为支持年长者退休后租屋需求 建屋局推出二房市灵活组屋单位和屋器回购计划 数据显示 自2009年推出屋器回购计划以来 已有约9700户年长屋主参与 当中近七成获得10万到20万元现金 而在购买二房市灵活组屋单位的乐龄人士中 每10人就有9人选择较短的屋器 当中以40年屋器最受欢迎 建屋局发文告表示 大约七成加入屋器回购计划的年长者 通过售卖剩余屋器给建屋局的方式套现 获得10万到20万元的款项 在这些屋主中 69%的人在填补公积金退休户头的基本存款后 仍可获得部分现金 而那些通过屋器回购计划套现的屋主 在填补公积金退休户头后 还能够根据组屋类型 获得当局发放的现金花红 数额介于7500元到3万元之间 另外自2015年11月以来 建屋局已推出了46500个二房市灵活组屋单位 截至去年12月 当中约七成的单位 也就是33000多个单位 已经完成选购程序 58%的申购者是年龄在55岁或以上的年长人士 建屋局表示 将继续推出包括二房市灵活组屋单位的预购组屋项目 为年长人士提供更多的租屋选择 全市兵活组屋项目